来看一下什么是J.Cory的循环呢,是吧? J.Cory循环的话,那么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在获取多个元素的时候,可以一次性的操作,是这样子啊。 那么我们的原生是做不到的,但是J.Cory怎么样呢? 可以分,可以一次性做到,是这样子啊。 但是如果说我们想对多个元素进行分别的操作的话, 这个时候的话怎么样,就要用到循环了吧? 好,我们来举个例子啊。 好,J.Cory的循环啊。 好,什么J.Cory循环呢? 比如说这里拿一个ul,点list,然后再拿一个什么呢,li,是吧? li的话,叫做这里面有编号吧,叫做一个dollar,是吧? 好,这里的话就乘以一个什么呢,乘以一个8,这样的,是吧? 好,这样一个结构吧,这样一个结构啊。 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想用什么J.Cory获取的话,是一步就可以获取吧,是吧? 好,比如说我来写一下啊,然后src等于这个J.Cory里面的这个J.Cory,啊。 然后的话再来写一个script标签啊。 先写一个ready,是吧?先写个ready啊。 好,function啊。 好,那么如果说我想获取这个这里面的li,是这样的啊,mi的话,那么就是这么写就行了,是吧? 比如说,挖一个什么呢,dollarli,是吧? 就等于这个dollar什么呢,点list里面的li,是就行了啊,获取了,是吧? 好,获取完之后怎么样呢? 如果我想什么呢,分别给这li加背景色,是吧?如果是整体整体加背景色的话,是不是一句就可以啊? 比如说,dollarli,然后是它的什么呢,背景色,是吧? src是这样的啊,src啊。 好,然后是这个,代贯的color,是吧? d,啊,c-o-l-o-r,是吧? 好,代贯的color,比方说来一个什么呢,来个颜色,是吧? 要来个go的吧,是吧?好,这一句就可以什么?操作这八个li吧? 操作这八个li,是吧?来看一下,是吧? 那么以示性把八个咱们设置完了,是吧? 好,如果我想分别设置了,分别设置在吗?你说可以这样子啊,是吧? 比如说这个,多了li,多了li,然后eq,是吧? eq什么0,是吧?然后拿一个什么css,这样也可以,是吧? 这是分别设置啊,是吧? 好,我可不可以按照循环来设置了,循环,是吧? 循环来设置每个li,啊,循环,也是用一句,然后用循环来设置,判断什么呢? 第几个,是吧?判断第几个,啊,好,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做呢? 就是用了这个jequery里面的循环,啊,好,jequery里面的循环的话,是怎么写的呢? 啊,就是这个什么呢?啊,多了li,然后什么呢? eq,啊,这样循环啊,eq,啊,eq,啊,这样循环啊,eq,啊,eq,就是每一个,是吧? eq是不是每一个的意思啊?啊,eq,啊,eq,啊,eq里面的话,再拿一个小货号,然后拿一个function,啊, 来个function,好,function里面再拿一个什么呢? 这是个匿名函数,是吧?好,那么这个一起完之后,我怎么操作每一个呢? 那么这个里面,这一句话实际上是什么呢? 它里面的这个语句实际上是,就是说这里面有几个,它就会执行几次 这里面是不是有八个啊?那这里面的语句就会执行八次 而且的话,这里面什么呢?这里面的$就是每个li,比如说我谈,我谈一下啊, alert,啊,alert一个什么呢?$z,它的什么呢? 我们刚刚学的,比如说我想把这个12345弹出来,是吧? 那么就是什么?html吧? 那么这一句的话,就会执行八次啊,就会执行八次,看一下啊,看一下啊 好,我刷一下这个页面,那么它是e吧?就是弹出这个吧,是吧? 好,它会弹八次,这样子的,是吧?那么那个是不是就是循环呢?是吧? 就是循环啊,这写法有点怪怪的是吧?有点怪怪的啊,用这个each 这个里面的,记得这里面的语句的话就是什么呢?它会执行 就是这里面有几个,它就会执行几次,这样子的,是吧? 好,那么同时的话怎么样呢?它这个地方还可以用个参数进来 那么什么参数?比如说拿一个index,这样一个参数 这参数干嘛呢?就是它的索引值啊 就是相当于是我们用for循环里面的for var i等于i小于什么,i++,那个就类似于里面的那个i 啊,我把这个i写在这里吧,这个i也行,是吧? 好,那么的话我们来弹出这个i看一下,是吧? 来弹出这个i看一下,alert一个i啊 就是说你这个地方传什么,你就用什么啊? 比如传一个a,这个地方就弹出这个a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什么? 这个,这个参数的话就是什么? 01234567啊,类似于啊 好,比如说再来看一下啊 好,这个是先弹出0吧,是吧? 01,是吧? 0到7啊,就这样子啊 它就类似于我们的i,是吧? 但是的话你这个地方传什么就用什么 比如说这个地方传个a 这里就用a,都可以,是吧? 反正你第一个参数就是它的那个什么,所以 就这个意思啊 好,比如说刷新一下,是吧? 这个弹出0呢? 啊,就这样子啊 就这个地方的话就是没有什么要求 就是你传什么就用什么,记得啊 那么一般的话你可以传i 或者是传index都行,是吧? 啊,好 这是它里面一个参数啊 它里面一个参数 你可用可不用啊 如果说你不想用这个参数,是吧? 那么你想获得索引值的话,可以什么? 获得获取啊 比如说你想获取这个每个索引值 那么可以说获取什么呢? Dollarz的什么呢? Dollarz的index吧? 也可以吧? 比如说alert一个什么呢? Dollarz的它的index,这是也可以吧? 就是说每一个它自己也有收引值吧? 你可以通过这个获取它吧? 实际上也一样的是吧? 就是我不用它这个参数,我可以获取它的收引值啊? 这个效果是一样的是吧? 效果是一样的,比如说012啊 诶,怎么是随机数呢? 两个网页轮流了,是吧? 说了啊 关一下啊 好,再来一下啊 再来跑一下啊 再来跑一下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是0是吧? 012是吧? 0123啊 就这样子啊 好,那么这个的话就是这种啊 所以说这个参数我们可用可不用是吧? 不用的话,我们用这个方式也可以获取收引值 是不是这样的啊? 获取收引值啊 好,这是关于这个里面的循环是吧? 好,循环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比如说给它给行换色是吧? 那么就可以判断一下是吧? 那么如果说什么呢? 来做一下啊 给行换色啊 好 比如说如果这个一幅Dollar Z10是吧? Dollar Z10它的什么呢? 它的index是吧? index啊 index这个时候磨上一个什么呢? 磨上一个2是吧? 等于0是不是这样子啊? 等于0啊 那么的话怎么样呢? 这个啊 Dollar Z10它的什么呢? Dollar Z10是什么? CSS是吧? 然后是Begrand的是吧? 它的是这样子啊? 把它引起来啊 拿个够的是吧? 够的 那这个语句是不是要执行八次啊? 那么就是符合这个条件的什么样? 才设置它的背景色吧? 这样子啊 好,这就是循环啊 好 好,再来看一下啊 我来刷新一下是吧? 刷新色,那么这个时候什么呢? 就是隔行换色吧? 隔行换色啊 好 好,这是关于这个循环 那么循环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是吧? 循环可以做什么? 就是说我们在分别操作的时候啊 在分别操作元素的时候 会用到这个循环 是吧? 比如说我们做这个合幻换色啊 好